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四名日本台湾帮派成员被南韩检方指控走私毒品入韩并贩售总值高达新台B7.9亿元的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检方今日19表示,四名日本和台湾帮派成员被控非法将大量甲基安非他命走私入南韩,并在南韩贩售首尔中央地区检查厅起诉一名59岁的李姓韩一日级嫌犯和一名42岁的苏姓台籍嫌犯违反南韩毒品法。 另两位王姓台籍与卫姓中国籍嫌犯目前在逃中。 检方称,李姓嫌犯为日本黑帮盗川会成员主要负责购买毒品,台籍嫌犯负责运输并在首尔江南南部地区进行交易。 据调查,嫌犯被控在今年9月至10月期间将夹带甲基安非他命的砖头藏于家具重,从香港走私入南韩。 此批没收毒品的总量为8639克,价值约288亿韩元,约新台币7.9亿可提供约29万人的剂量。